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 我们今天继续关注大骑士杯半决赛的比赛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讲期嘉宾是丁烈老师 丁老师好 杨子好,亲密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进入到半决赛的四位棋手呢 分别是彭丽瑶、丁浩,还有姑子豪和米玉婷 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 这次比赛是不是也是受疫情的影响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话也是一盘胜负 决赛就下一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那很激烈 因为今天是半决赛,那么明天是决赛 比赛是在深圳进行是吧 是 与庭九段 这个比赛确实赛程也很紧张 无论是从赛制上还是地域的变换上 应该32强16强的时候是在北京和杭州两个赛区 那进入到八强之后就已经转移到深圳了 米玉婷对姑子豪 他之前刚在龙兴战吧 是龙兴战决赛的时候刚下了个三番棋 刚下过 姑子豪最近的状态特别的好 对 对 因为龙兴战他2比1赢的米玉婷嘛 这是彭丽瑶 丁浩 彭丽瑶跟丁浩这两位年轻棋手 是不是国内的战绩相对好一些 丁浩现在是状态可能好一点吧 我彭丽瑶之前拿过那个世界亚军嘛 是在最近吗 还是 LG杯吧 也不能算最近肯定有 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不过确实也受一定的印象 最近比赛也是比较少 举办的这个市场拉的比较开 这个比赛是每方两个小时 一分钟一次读秒 那么是今天北京时间12点开始的 那到现在的话已经进入到了中盘 结果我们马上进入棋局吧 好 那首先为大家讲的这盘棋是彭丽瑶对丁浩 彭丽瑶的黑棋 丁浩的白棋 四小木 二肩跳 然后是 高挂 这打了一个 定式 不过这个顶的定式是不是相对少一点 还是我看棋谱看的少 棋谱上是不是好像高手下的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 因为 到场小朋友 天天这么下 喜欢下这个 我觉得见的特别多 喜欢下这个顶是吗 对 顶完班 顶完班一个 对比这个 就是如果白选择班的话 对比这个顶 完全就是两种方向嘛 是吧 嗯 嗯 班这个就是把棋走到这个方向去了 嗯 这个方向 记得 也是这个比赛吧 大骑士杯 上周我讲的一盘棋就这么下的 昨天也出现过 昨天也这么下的 对 最近好像班这个下的多 我当时逼一个 然后点了 点了一拖 啊 是的 那一盘棋 我讲那盘当时是这个 陶欣然嘛 对杨顶星那盘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个脚很不一样 这应该是个新位 哦 对 这边就这么想要逼这个 就这一半边的搭配 现在目前出现的 频率比较高 对 那顶的话 可能就换一种思路了 它这个完全是两种 形起的方向 嗯 那顶完班 以前嘛 这个雪崩型 雪崩型的变化 应该说非常的复杂 变化很多 但是AI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变得简明了 好像AI不太支持这个 就是搬起来和长吗 都不支持 就是黑的 基本上AI的一选 就这个利 哦 就是单利在这 对 这是一选 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个定时的变化 避开了那些复杂的东西 利的话 白席也就只能长 对 然后就再吸取长 对 就实战就这么下的 现在这是一个 最常见的定型 我这个定式 就是再往前推的话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好像就是长成这样子的 啊 有吗 有啊 我小时候定式书上这个 关于利的定式 定式书上是这样的 拐弯一有飞 拐弯一飞 这是定式书上记载的变化 另外一种 不是定式书上的吗 爬两下应该是我记忆乱了 但是这个是真有 对 爬两下确实倒也不是说 AI出现之后才出现 才有的新变化 这变化确实 之前就有 也有 但是小时候学习 时候好像没有 我记得这个是 当时职业 几段的时候 这才出现 研究出来的 爬两下 但是说爬两下加这个 对 然后白起挡下去 对 当时这个是大家研究的 这个东西 但是我看现在 好像推荐加的时候 白的可能脱纤 对 现在AI推荐是黑起脱纤 黑起脱纤 黑都不走了 黑的不加 那时候研究说 这次要加 加一个 因为当时觉得挡一个很大 嗯 所以加了力 加完的 长完拆个边 对 是的 对 这个是我记得 AI出现之前 就有这个变化 长一个 对 长完拆一个 哦 然后白起 这个定式没有那么久远 是吧 那我记混乱了 没有那么久远 但这个是真的 之前 经常下 对 有一段时间 这个有 这个有 但好像 加一个有点 早 这么下不便宜 木属其实黑的 基本没什么 这地方有一点 一点 你点这个脚上 其实没什么 所以不着急加 所以AI出来之后 好像就 这期加的变化 也变少了 就脱纤就行 嗯 那这个变成了一个基本性 这个变成了大雪崩的一个基本性了 简明这个最简单 嗯 那实战黑棋就脱纤了啊 什么也没走 对 都没走 黑棋对这个实地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对 那应该是满意 要不然白棋 双方都满意吧 这个棋比较的明显 双方歌曲所需啊 是 白的当然也非常的厚 嗯 但是在一刚开始 出现这个确实少见一点啊 白的一般都有配合的时候 再走这个顶会被多一点 也不好说 对 正常嘛 嗯 好我们看实战 黑棋是高挂 然后白棋继续脱 嗯 对白棋这边还了一个取实地的定时 就对于高挂 黑的高挂的选择 白棋这个脱 我以为如果有配合 又可以考虑这种套啊 上靠是吧 对吧 我想这次的定时真的很简化 就是高挂就脱一个 当然确实这个 AI的 现在大家研究嘛 就这个脱啊 基本上是定时当中的易选 啊 这个脱 因为脱是 效率最高的一个定时的变化 实地本身来说 是不错的一个下法 其他的定时可能 就加呀什么呢 嗯 加少了 是目前是都很少见 高手是很少见 就高手 但是确实我这其有啊 什么 也可以下是吧 我鼓励大家多下 其实 因为少见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下的少 大家自己多下下才能搞明白 其实也不是不能下 是 但是腰刀定是 反正从社会上来说 人家这种都是很少了 脱就是一选 那你可能就 职业高手就会追寻 这个一选的下法 就脱上去 这个石灰啊 嗯 黑棋是 一般 黑的没有再来一个这个 不过实战 丁老师 这个地方 粘的时候 我以为白棋会飞起来 嗯 因为实际上选择的是跳 嗯 一般觉得跳三线出头 会觉得这条边价值不大 对 那么跟这个配合起来 对 对 就我的理解上 对对对 会不会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就这其第一感觉会想飞起来 是吧 其实他的理解可能也是有利有弊吧 因为他飞起来 当然如果成空飞比跳肯定要好得多 嗯 但是你飞的话呢 这地方的弱点也比较明显 而且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足够宽阔 嗯 不好围 嗯 所以他这个其实 没有说那么追求特别 效率 效率特别高 当然因为 因为他这么看嘛 我挑这个其实这条边 你也不能给我全围住啊 嗯 这太宽了 所以这地方一定还是要战斗的 要打的 那我这个棋 可能自身来说啊 这个马步扎的更扎实一些 嗯 给予黑棋的这个借用就会少很多 是 所以其实对战斗来说呢 还是有好处的 而丁浩的棋风相对是比较厚实的 丁浩应该很全面吧 很全面 我感觉就是 对 因为丁浩最近成绩特别不错嘛 特别不错 对 之前不是因为他对科捷上战绩特别的好吗 嗯 他很稳 就感不 感受不到他有什么弱点 嗯 是 很全面 很强 丁浩很强 好 实战是走的跳 可以骑高拆 高拆三 对 丁浩这个地方 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因为之前的话 像低拆高拆都可以选嘛 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喜爱 喜爱 但我看现在 就尤其是高手的棋谱 我更多的都会选高拆三 嗯 会是就是高拆三会比低拆三会更好 那也谈不上 那也谈不上吧 哦 你低拆三就不好 不能再 不能再那么理解 那为什么现在都下高拆三呢 低拆三守的这空不是还更牢一点吗 但这个控制是牢归牢 但是你要光看控的话 嗯 没多大 扁 点弄了 溜不起 啊 牢不牢的 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 走高的可能发展性会好一点 而且这个局面可能高位对白棋这个发展 有影响 多多少少更牵制性更强一些吧 在这个局面下选高的肯定是会更好一点 它高的话呢 它强调这个地方的价值变大了 那就我划过去更舒服了 如果拆低的话呢 白棋肯定就不会走这边 嗯 白了可能会抢这个手脚呀 或者直接就逼这个了 嗯 黑棋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它这样的话呢 放大了这手棋的价值 你逼过来或者我逼过去价值变大了 但是你如果走这边呢 它就可以抢到这条边 因为这条边更宽阔 看上去价值会更大一些 所以高位的话呢 它是放大了下一手的价值 嗯 其实是 高拆三白棋下一步就 因为我划过去变舒服了 配合变好了嘛 有一个高低配合 如果走这儿的话 我肯定不会走这条边了 是 你也不会从这儿挂了 就意思不大太扁了 嗯 所以它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有它的道理 让你走这个 这样我就去走上面 嗯 嗯 披着黑棋就挂在这边 挂这个 嗯 白棋绍�AD 白棋绍 嗯 嗯 然后白棋抢了这个档 这个档 因为现在拆完这个之后 好像眼见的大厂应该站得差不多了 没有特别想去抢的大厂了 那这个档发展这条边 应该价值还是蛮大的 挡黑棋尖一个尖刺 试音手吧 使沾白棋是小尖 对小尖他可能就不在这地方过深的打入了 就这个小尖也试探白棋硬在哪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将来是要在这个地方休息吗 这地方可能价值变大了 因为如果这样白棋全围起来的话 他站在这儿比小尖效率要更高 所以沾的话可能会考虑打一个之类的这种手段 可能有可能会这么下 小尖的话可能会选择更加的轻盈的下法 这地方压缩压缩 给你围点就关系也不大 实战是这边飞出来 二楼飞 对他走完之后不着急了 不走了 这个地方特别想飞一个 能围上吗 实战走 实战走的是飞是吧 不大吗 好大 大呀 大 那黑棋 也没围住嘛 没围住 大规大的我也不能看着你 眼睁睁的围 是吧 还有削销的手段 对 点一个 对 点的时候白棋是跳出来 反击 总想反击 应该没这个心情 总想反击 就反击在哪的问题 好像也可以走在这 也是一种反击 这个好像更稳健一点 走在这毕竟这段变成了决仙 这战斗 什么 跳一个应该更稳 是 但黑棋其实也是一个适应手 他也不会马上在这动 压缩了一下白棋 寻找一下头绪吧 嗯 然后接下来黑棋这边小尖了一个 对 小尖 跟白棋长 很常交换 嗯 因为这个白棋 正常骑行 咱们其名朋友们要注意 小尖 其实很少下 这样的下法 显得有点俗 但现在为什么能出手呢 因为它这是个拆一 所以我顶一下呢 也 白棋 长进来 其实黑棋不怎么损 因为白棋这骑行 还是 第二拆一嘛 偏重复的一个形状 所以顶一下就还好 多这或多或少有帮助 你说这里边已经是黑棋的空吗 其实没有 肯定还有手段 但是 总是好点 有点帮助 是 如果是白棋这边 子力没有这么重复的话 这个小尖 要谨慎 所以这是场合下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小尖 一定场合下法 下的时候要慎重 这个 很多棋有可能 特别喜欢下 特别喜欢下 因为肩完觉得 先手把空已经拿到了 实际上还不是你的 对就判断上会有一个误区 总觉得先手便宜 走了一下 这就是涨了好多 是 其实这里边 这还不安定呢 好 实战接下来 黑棋把这个飞起来 打 哇 这个一飞起来 确实感觉这边就撑起来了 对 就是黑棋其实也有 它这个理由 它这 很大 你围可以是不小 但是黑的这个也很宽阔 因为它这个边控啊 它花的子力的手术少 如果都成空的话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嗯 是 所以白棋其实也不能看着 黑棋这一直发展吧 黑棋这两亿张开 模样也很吓人 现在这个格局 就是白棋发展这一代 黑棋是上方这一代 丁老师 你觉得更看好哪一方 如果双方都围住啊 双方都围住啊 双方都围住 我觉得黑棋效率会更高一些 黑棋会更大一点 对 因为从棋里 从棋里上来说呢 就是后视的一方 跟曲实 这个模样 现在的规模明显 黑的更大 黑的围的是虚控 因为你比我厚 虽然你这潜力也很大 但是你相对来说 你本身就是厚的 这个控啊 它没有那么虚 黑的这个感觉 因为本来太不安定了 什么都不是随便打 但我如果都围住 感觉黑的会效率更高一些 花的手术少嘛 是 哦 接下来白棋走了一个 二路透点 他就是告诉你 你顶我一下 这个也不是你的控 这二路透点 也是这个局部后续的长形 产有手段 对 长形的话一般没有这个吧 有了这个 那黑棋 扳一个 这扳一个局部 也不是先手 它跟这个肩有关系 如果没有这两手 其实交换 它肯定不会往这儿扳 它有了这个交换呢 它扳完你 如果拖先 它脚里 确实有一些手段 就扳的话 白棋 不能接着跟着挡 如果挡的话 这两下 就好像便宜了 它就当先手便宜了 然后可能就在上面 怎么走 它就不会在这下了 应该 飞一个 怎么走一走 这飞一个是要吃我吗 也不是 不是吧 你打反正 我就连落 吃 这是我 那我 那我 压住好像可以吃 哦 压住 它这扳好 这样应该这样 摆得好像不太行 它这个 恰打这个 刚好这个用上了 这个 这样应该可以的好 虽然你那可以扳过 但你扳过的时候呢 往下一扳 这里边的味道 摆得不太好 这个只能打吃 然后再打回来 对 这边这边打 一粘到将来 这打了一场 你还得去做演 这个里边 肯定是 起比较多 所以这串白的不便宜 是 嗯 白的就算活了 过了不便宜 它这个 正好这棋型还很不错 但这个 白的正常来说 这个斑 虽然脚里有点手段 白的应该不会跟着硬 因为跟着硬的话 是显然背便宜了 嗯 嗯 白的还是很想反击的 实战跳出来 啊 直接跳出来 对 但它黑棋确实 它也是想 想一种 棋的变化 因为不走 它有点麻 它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棋 因为顶这个的话 好像白的这地方 一小尖 也就活了 你不能再分断我了吧 小尖 小尖 好像刚才那么下 就 就 男的这下没虎到 区别可能就 以后虎不着了 虎 虎不着了 虎应该不 尖的至少不是决心吧 不好操作 主要是 这是虎一个 虎一个我只有脱线了吧 脱线 嗯 有点齐 但是 关系不是很大吧 可能 主要感觉实战 如果被白棋跳起来 黑棋被一分为二的话 对 这个战斗不怕吗 他觉得不怕 那是转换 跳完之后 明显中间切了一刀的感觉 对反正结果实战的这个下法 整个电型 我是觉得白的应该没什么不满 当然黑棋也算是一种妥协吧 嗯 局部的一种转身也很灵活 它就是这个跳 它就是 它瞄着的是这个跳 这个斑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跳 才下来 为了这个跳 因为如果你冲的话 它这地方冲这个 那挡不住 挡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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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被挤死了 嗯 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次序 挡不起 我如果吃呢 这个脚 那也只能这样 但这个 这个脚是活起 对对对 我一路立先手 我活是随便活 所以这样 白的实控大亏 这本来白棋的脚 嗯 这个转换白的应该不便宜 所以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团 对冲还是有点冲动 哈哈 顿会吸溅上 嗯 那我总感觉 黑棋这棋 挺慢的 白棋再跳出 然后黑的再换一首棋 去做活 嗯 这应该都挺必然的吧 再换一手棋 但是活了 这个局部 白棋先手 像这样 而且他们两个 嗯 不要办 这白棋也 现在暂时也不吃 不大是吧 想吃肯定随便吃 肯定不能要了就不要了 吃的话应该有价值 但现在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吧 这两个都有点 非常大 对 所以重点还是放在外边 整个转换反正像这样 感觉白旗应该还不错吧 我个人感觉白旗还可以 那这个 没了一个 围了一个 黑旗倒也没跟白旗对围 这地方怎么多了 现在对围有点没信心 不好对围 这个白旗如果都能围上的话 那肯定消率本身来说是很高 非常大的 黑旗一手旗围不上 对 黑旗这旗 脚地比较空 有点空虚 不踏实 就是双方如果对围 白旗是落袋围安等 就很扎实 你没有手段了 黑旗这旗再走过一两手 总觉得里边还是有 还没为上 所以干脆吧 黑旗先来找手段 黑旗实战的选点 是走在了这里 这种请销的选点呢 我们一般都会去寻找对方骑行的一些可借用的弱点 来达到一个腾挪的目的嘛 因为自己跑的话可能带单调啊 不是很好选 这个他选点才瞄着这个地方呀 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借用可去做文章的 下一步马上就有这个靠 给发动这个手段 那白旗阻碍对方的联络 小尖 对 也只此一手吧 这个时候 他只此一手 他走在这个 我看错了 对 他告诉你不是只此一手 对 尖这边其实也在防这个靠 而且他不担心你从这回去 你从这回去不影响他的基本盘 所以这个还是围住了 对 那边你回去回去吧 因为他这个如果走这个 他担心黑旗这大踏步的往里去啊 这全破光了 可能摆的没什么把握 这黑的可能会继续深入的去掏 还是这样有点难受 因为你这地方则走多了 除非你杀了黑旗 不然的话白旗全是单关 这靠的时候 这白旗还要去 不要补齐 要补齐 要帮回去了 所以黑旗的这个下方 就是在纠缠你旗行的弱点 加以借用 是 所以实战选的这个尖 是有道理的 这个尖是比较兼顾 尖用两方面嘛 一方面是对下面有帮助 守住了黑旗往下继续的可能性 第二方面 他多少对这个联络 还是有一些阻碍的一些帮忙 那黑旗 就是最后一个口子 如果不进来 你马上就是这个全围住了 所以黑旗继续 丁老师这个选点 时机 就他如果作为为期术语的话 一直不是很确定啊 这叫尖冲吗 穿吧 叫穿 就是尖冲是发生在 最方三线四线 尖冲在别人的上面 上面叫尖冲 你在下面 在下面就不能叫尖冲了 尖冲因为感觉上 从上往下 是从上往下 对尖冲就跟老鹰俯冲的那种感觉 在上面 这个下面吧 那你也不能叫钻 所以这个 叫点 或者叫点 这个理解为这个穿嘛 穿进去 就跟穿象眼是 大概一样的意思 你说穿象眼应该算准的 只不过这不是普通类型的象眼 就比较宽的那个眼 那我理解了 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 就上面是尖冲 对对对 上面就尖冲 就跟这个字 你在别人下面叫爬 在上面叫压 不是说你碰到它 你就叫压 对吧 它分上下 应该是 好 我理解了 那白旗这个压 飞旗长 白旗虎一个是要点 这种是非常的厚 这应该现在来看 是一个极锁 反正黑旗也穿进来了 白旗单纯的围 其实不好围了 这时候就 也是就先不围了 攻击黑旗 黑旗虽然穿进来 空肯定是破了不少 但是呢 同时带来的问题是 黑旗出现了孤旗 其实出现孤旗之后呢 这旗其实我们可以可能转换 黑旗肯定把这个空权破完了 但是通过攻击呢 黑旗基本上会落后手 不可能先手直孤 那白旗可以利用外面的后视 攻击的效果 然后去逃黑旗 双方其实是形成一个 对破的一个格局 而且黑旗在活旗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字 基本上是 交代了吧 自然牺牲掉 白旗也不需要再吃了 因为这边往这边跑的话 这白旗 这边肯定会有子力 白旗想吃就随时的事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大半部分已经在嘴里 对 这个白旗就跟着硬 通过攻击呢 白旗走得比较厚啊 黑旗是压 然后再压这个 为什么要压一下再压 强调这个断吗 跟断有关系吗 如果白旗如果再 硬一个的话 如果再硬或者走外边 这旗要断是吧 是不是跟这个字是有 有点关系 有可能这个比较激烈啊 这下法 或者说你简单冲 好像比较简密 挡住的话 这旗打完一尝就死了 有个小结是吧 这旗你尝我狗住 好像已经被吃了 压我斑也被吃了 小肩 小肩我压住 虎的话 它拐完又一扑 打结 是吧 嗯 打结 感觉白的压力也很大 这打完 白的不太对啊 就现在白旗 白旗虎一个 我就直接扑了打 给你打结吧 对 扑了打这个打结就行了 这个结白旗打输之后黑的 那我打在这儿 打在这儿 打在这儿黑旗消结 消得更舒服了 这黑旗结压力也不大嘛 黑的这点不断线手 黑的脸 主要也不是很好找结 是不是有这些变化 还是说它有直接断 不知道啊 这些旗 总是这里边有旗 所以在黑旗压的时候呢 白旗也没有跟着硬 把这个断点沾上了 稳 压的时候白旗沾上 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味道的 那应该是刚才不知道冲完打 还是直接断可能更严厉 应该都有旗 看起来 沾上本手会比较厚实 是 因为沾上的话 这样的来看 其实白旗强调的是 虽然我补了一首 显得可能有点慢啊 但是它强调的是 补完之后 你现在这个交换 你就肯定是很损的 对吧 这个压变成了一个俗手 这两手旗交换 肯定是黑旗亏了 那如果黑旗这个时候 单贴这个白旗 它可能就不沾了 白旗 比如说我就硬 你再压我呢 我就退 反正你后手断我 我是不怕的 我外面这个很厚 对吧 这它是不怕的 所以这双方这个次序 也是挺有讲究的 你不同的次序 它也有不同的硬法 你既然这边损了 那我就补这边 嗯 那黑旗拐一个 嗯 拐一个 拐一个的话 形成了一个三子头 强调这个斑 拐的时候 局部白旗脱先 嗯 没在硬 它是 这里 眼见着有一个斑 但它担心走多了吧 有点卖变化 因为它有斑 如果你急去跟着往外走 不见得便宜 而且攻击方向 其实再走多了 可能不太对啊 如果再走多了 黑的是不是顺势脸上了呀 嗯 如果你跳 也靠你在半夜 这行其方向 可能都不太好 现在这局部的定型 可能下不了决心 不知道该怎么攻 暂时拖先 保留下变化 这其实是 对 很多时候 咱们下棋的 应该要有的一种思路啊 下不好的地方 就先不下了 先放在这儿 对 放在这儿去抢大厂 嗯 抢明显价值大的地方 那种不会 价值实实在在的 比如它实战区往这点 就无论这局部下成什么样 活一块 应该问题不大吧 嗯 那这是实实在在的价值 实实在在的目数啊 如果接着走呢 是有担心落空的嫌疑 嗯 实战是点 点黑棋贴的时候 白棋拖三三 嗯 这个下法也是 二肩大跳 后续的常见应对之一 之一 后续手段之一啊 都有 有点这边 还有点这边呢 反正都有 那跟周围配合吧 点这边 反正可能 它如果挡脚的话 往外拖 这可能会往边上去发展 这形起的变化 嗯 它这个呢 主要的目的可能是往角去 哦 往角里走 就白棋点的位置的不同 嗯 都有 决定了它的这个方向 都有 方向的选择 也得看配合 看白棋更看中哪一边 对 这个应该 我觉得这个下法 可能跟简明 因为它往角里走嘛 活个角 嗯 这个可能比较简单吧 是不是也是因为 因为这条边 目前空间比较局促 对 往边去行骑的话 价值就不大 对 所以就选择脚上 嗯 那黑棋实战是 挖 对 挖在这儿 就比较简明 方白棋活了 如果搬的话 搬白棋 是不是也可以连搬 还是沾上 反正都行 白棋想活也比较容易 嗯 沾肯定你也 让黑棋火一个 我一个 这个我就是跳或者爬都行 嗯 活是 总活了 怎么简单的就活了 所以黑棋挖斩可能更厚吧 挖斩 挖斩比较 简明能想到的一个定型 哄一了 嗯 嗯 局部大概 大概如此吧 打赤 摆得活个角 嗯 黑棋呢 是获得一个宝贵的先手 黑棋拐打一下 拐打跟打拔交换 嗯 打赤 嗯 这是一个交换 对 然后黑棋板 黑棋还强调这个三子头 这三个子 嗯 这扳一个 我感觉白棋很难硬啊 当时白棋单退一个跟黑棋 跳一个交换 不便宜吗 嗯 觉得可能不便宜 不便宜 因为这三个子它也可气可取嘛 哦 气了 那气了不就是供不着了吗 啊 不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在拐出来的时候 已经注定供不着了 你你这个棋 你长一个跟我跳一个交换之后 你说这棋还怎么崩 就对他 这个没有那种攻击的想法了 是吗 因为他离自己的大本营 离自己的家已经很近了 这个是有攻击的想法 但实操起来可能难度有点太大 而且这个局部 局部还有眼 局部扳完牙已经是一只眼了 所以其实 嗯 两位棋手对局的时候呢 可能也心知肚明 就这时候 黑棋拐到这儿呢 这个地方算是黑棋 把白棋控破了 继续攻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一人一手走的话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便宜可占了 所以白棋又拖先 还是刚才其实从穿进来 我们就能看到 是一个对破的格局 你把我破了 我把你破了 这个也没有存在什么明显的攻击的想法了 嗯 所以你扳它其实还好了 它将来从这地方小尖 你如果为了吃掉我这三个子 你的行棋方向会有点打架 你这种棋是不好意思下的 因为你压我重出来 这行棋的方向 可能稍微有点打架 嗯 对吧 嗯 黑棋 搬 白棋 这边 补了一手棋 嗯 直接 一手棋 吃干净 走在墓上 对 因为它也不担心 你把 你这个棋 其实黑棋 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双方现在这个局面的焦点 我觉得可能中间的这整个的这个部分的定型就非常重要了 嗯 黑的到底能潜力啊 这个能兑现多少的墓数 因为这个棋下不好 这地方还有加的手段 黑棋这个棋 现在双方应该重点是这个胜负处应该在这块 嗯 感觉这盘棋从开始到现在的格局 会不会是一盘 功夫棋 对 收官棋 慢慢的朝着这个 比较细的一个状态在进行 我感觉啊 进行感觉像是一种拉锯战 对 还是看中间怎么定型吧 实战黑棋下的比较有侵略性的下法 也比较积极 靠 靠上去 对 所以黑棋的很多招法呢 我觉得对咱们棋迷朋友们来说是比较有借鉴性的 黑的这个招法 没有那么单纯 那么有些棋手可能觉得我要唯控啊 那我就唯控是这种 在这高手下棋呢 他是比较善于借劲 嗯 很多碰啊 靠啊 其实是想通过借劲 借力打力的这种方式 来达到自己这个唯控的一个目的 他这个比这个要跟紧紧凑 是 所以这种棋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体会一下这种棋 为什么要往上撞啊 看起来不像一步好棋 是吧 撞到别人身上 靠一个 往生了看 稍微多看几秒钟 看上去我觉得就像一步好棋 因为他的 如果是高手下就是一步好棋 因为他的棋里还是很明显的 嗯 他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觉得看着就像好棋 就靠在这 首先白棋不太敢脱先 如果你走这里的话 嗯 就是这个就比较松啊 比较松缓 就白棋不理你了 那靠的时候就比较紧凑 那实战呢 白棋是接着扳 反正打一下 然后棋又走了一个 回一个 那黑棋相当于是个先手 先手多了几个层 可能对这围供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这几个交换 我觉得黑棋肯定是不亏 是 黑棋接下来小尖 对对 这个棋确实非常神奇 白棋这地方一直就不肯做这个交换 因为决先他就不爱走 是决先 对对对 断是先手 对对对 太大了 他主要断是先手 那沾上 那作为丁号来说 他就不走 那你说他没看见 我就不肯 作为丁号来说 他他没看见这个病吗 肯定是看见了 嗯 他觉得也不着急 到时候也不担心你来逆收 那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时候确实是 很有这个心情 来走这个 就这个 双方出入 目数出入是很大的吧 这个白的绝对不能硬了 就如果是硬的话 相当于双仙管子 双仙至少个三四目 三四目 那不能接受 双方的先手 白亏了 是 那白棋如果不硬的话 眼尽只有一个 加进去的手段 对 那这两子不就跑了吗 就跑了吧 现在这里不是重点 对 就双方可能就心中转换 就是黑棋把这个 当成一种逆收来看 逆收了本身的价值 加上未来后续的价值的一半 是个逆收 这黑棋次序下的一定好的 先走上面 然后白这多加 这个白走这几个 你肯定想吃它吗 然后再走这个 其实我觉得白棋 应该先走掉 他也不是应该吧 白棋想走是绝先 随时都能走掉 但他就是不走 要我我可能就走掉了 当然可能不走 也有不走的好处 他不走是不是 等着黑棋犯错误 就是这部棋 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也有你走这部棋 因为很诱人 有很诱人 就是有时候是 这个可能明知是个圈套 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大 就心情上来说 也很想去逆收 但我看着 这个家好大 还是很大的呀 这个就是人类判断的一个问题 这部棋到底是 现在是不是最大的一首 这个是个逆收 但至少从心情上来说 我要是下黑棋 我也会虎 这棋 你放着不走 那我确实是想惩罚一下 虎的时候白棋没有走 白棋小尖 这个不能走 走就是你承认我亏了 这个不能承认 心情上也不能走 对 咱们就形成一个转换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不承认 那行吗 小尖 那这个家会去 对 对吧 所以双方 其实是一种契合 这个家回去 目测目数 是不是叫二十目以上 肯定有啊 就这里 就包括这些 如果把这个车 这些全是目 这美手棋就 跟那个 美手棋和一个大厂 差不多吧 价值 就相当于大厂 那白棋所获得的是 这边连走了两手棋 一小尖加一个跳 黑棋是这边两手棋 转换吧 转换 对方怎么样 感觉 谁划算一点 难说 都能接收 搞不清 都有所收获 就说这个故事吧 这个 实际上这个变化 本身来说 可能没有 这个必要性 白的是可以避免的 早走这个 但白的不走吧 这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互破 搞不清谁好 白棋这两手棋价值 你是无法拿具体数字来衡量的 这真的看不清 你说这到底走了多少墓 这我哪知道 这两步还可以判断出来 可以算一下 可以算一下 这两步有点虚 这两步作为棋手来说 你能算 但是你说一定准 可能也做不到 在大致范围内是不会错的 大概有个范围 这两个 更加的虚无缥缈一点 只能就是说 从大局观来说 大家来感觉一下 因为它跟双方的厚薄还有关系 厚薄变化潜力种种种种 这个是无法拿具体数字衡量的 跳的时候黑棋 所以这样的局面 感觉更复杂了一些 这步棋看着也不小 这白棋如果先手围一个 眼见着这边圈起来 又二十目看起来 对 就这个局面呢 通过这个转换 其实我是觉得局面变复杂了 不那么容易判断了 如果白棋刚才并掉 这下虎一个 那黑棋也没有这个 逆收的手段 没事干 黑的就肯定就只能围 就双方胜负就取决于 黑棋围的到底能围多大 其实就这地方定完形啊 这局面就大致就比较清晰了 然后现在这个局面 就变得非常的乱 特别乱 到底能围多少木 这地方加进来 这边围住了没有 这块棋的死活眼味 都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然后加进去之后呢 由于这地方加进去之后 这里边的棋 其实故事也没那么简单 比如说这种东西 本来可能这点三三 脚上是不是也没那么好活 白的因为很厚嘛 现在嘴多了 完全手段也变多了 这个故事就变得更加的 错综复杂了 包括这个也很大 现在局面就是 基本上都没定性 哪都有价值 是 那白棋下一步跳了一个 跳在这里 也是捕后自己的一个 悬点吧 跳一个 它不跳的话 它是担心飞机直接给你断了 它是在捕断 断了 到长 长 狗住 狗住 嗯 你这个气也挺紧的 你打完就沾这个是吧 嗯 沾一下这个再沾这个 嗯 但是它可能断之前 人家这种是决先嘛 对吧 所以这地方还是 确实有点薄这地方 是 这个我可以先点你 有决先 补一个吧 也是 挑了一个 补后自己 然后可以起点 这个走一下 不会亏 先手便宜 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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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起 靠 哎 这个是骑形 嗯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 总之它是骑形 嗯 但是又是那种 看上去 它就像好骑的那种感觉 也看上去 它就是这么个味道 嗯 应该是不错 我觉得这选点 靠 嗯 靠的时候 白旗 反扳 嗯 哎 哦 黑旗不是为了吃这三个 是吧 就是这挖一个 把这三个吃了也不大 吃三个吃的比较麻 吃这三个的话 我打吃 这也没吃涨 打三环一 你吃完三个吧 再打 哦 你还提回来 我提 你提 我再提回来 你会发现吃完之后 第一啊 黑旗这地方并没有做出两只眼 其实你吃三个的收获也没那么大 摸手就不说了 其实没几摸 然后呢 白旗就多了朵花 就感觉白旗这个旗 价值好像巨大 这个花的威力 对将来的这地方的定型战斗 明显白旗是收获巨大 嗯 这个定型黑的不能接受 对 这个确实不能接受 主要是黑旗也看着不像近乎 吃的不舒服 嗯 是 靠一下的时候 哦 要断上去 实战选择的是断 这是他靠的时候想好了啊 这个比较 比较狠啊 这就下的 白旗吃 这双方谈不拢了 好像 他吃一提 嗯 从这里开始 就是感觉战斗是一触即发 嗯 本来以为是一盘很稳健的功夫棋 嗯 从功夫棋转换成这个复杂的局面的罪魁祸首啊 其实是这个地方的定性 白的没有走掉这个导致黑旗非常想要逆收的这个想法 逆收完之后 双方形成转换的局面就变大了 嗯 那如果白旗这盘的形势好的话 白就应该先把它走掉 不给黑旗走这个机会 嗯 对 可能形势不好 跟这走不走也没啥关系 形势不好你走掉 其实也就把它看上是白的线手权利 对 白的就是不走 给了黑旗 跟它会影响后边的走向吗 这盘旗来看就完全是影响到了这个走向啊 白的就没有去交换这个线手 嗯 然后贴一个 贴这个 嗯 这是什么 贴这个 先把自己联络嘛 大概就意思走后 贴的时候 黑旗打赤 嗯 打赤应该决心吧 这样应该是要点 然后长 长一个 白旗是 贴 就联络 嗯 白中间先连上 然后黑旗是 虎这个 就在这儿想办法做活 嗯 要补一手嘛 就是虎在这儿补 可能比沾上效率更高 那比较追求高效的一个 补齐的方式 嗯 沾上毕竟是单关嘛 他觉得这样两只眼应该 没什么问题 嗯 白旗是斑 嗯 嗯 这期 看上去 很难判断 是不是 很难 但看上去 我觉得白的 好像感觉不错的样子 白旗 嗯 嗯 第一改也是 因为在这期确实还是很乱啊 我也定型的地方太多了 就说你说这块空白的围住没有 感觉黑的也有手段 包括这地方打鹿啊 什么之类的 就木不是很好点 这地方 搬得住吗 嗯 搬的话我家里一个 立着跳的人搬什么的 对 感觉味道也是非常的 嗯 味道很鲜美 现在 现在黑旗 眼见为食的 木树就是这里 加上这个角 这都很难去判断 很难点 这肯定有 但是具体点多少 合适呢 是 很难点 十木齐 大概 十木齐吧 嗯 是有 嗯 这地方也不知道点多少 是 嗯 未知因素还是比较多 但我感觉这个旗呢 白旗厚 总感觉白旗好收 嗯 嗯 我觉得白旗好像比较厚一点 哦 接下来黑旗走了 这个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手段 对 这可能也是黑旗历收 加回来之后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利益吧 嗯 是有点东西 白旗这期 想要硬杀黑旗 不容易吧 这个点目前来看 很难硬啊 下一步很明显会交近脚 这里要搬回去 对对对对 眼见的剑合嘛 就思路其实也比较清晰 那对于白旗来说怎么办 这点进去 这脚全掏空了 就不知道点进去之后是个什么变化 就如果白旗煎一个 点进去就 就是立一个 立吧还是 立这个点进去 你应该拿我没招了 这个活得应该比较清楚吧 你是搬回去还是搬过 我走哪儿不都活了 我搬回去我感觉我也便宜了 搬回去你不连团的手段都没了 还是肩在这里吧 还是肩在这儿吧 还得肩在这儿 肩在这儿我也是点吧 嗯 好像砂 砂比较难 砂是比较难 这边搬黑旗是肯定不会硬了 嗯 那可能就转换了 然后白旗 对这两颗子 爬回来 能不能攻击一下 可以攻击 你走我肯定不能要了 这两颗子肯定给你吃 你吃了 就飞出去 嗯 就走了 就算了 哎呀 这个 你这边不定型的话 我可能 活得有点舒服吧 这一挖 那我沾上 还活一个 嗯 沾上 很麻 沾上吧 我这气能不能点到这火 都很麻啊这气 搬挡住 搬挡住 局部打个结 打个结 因为你外面 你这很薄 黑的应该也不怕的 那假设这个 看成黑旗是已经静火了 白旗从这里飞出来 这个转换怎么样 黑旗火脚 白旗从这里 实地本身应该还是较大 我觉得本身上来说 黑的应该便宜了木属 嗯 但是这外面 这具体后续的定型 这地方虽然 不知道能不能搬住 这地方感觉 谁走也很关键啊 这如果对白旗走 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白的简单一走 这整条边就全没了 嗯 感觉这个谁 就这个地方的定型 线手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一点 嗯 那如果走成 现在目前这个变化的话 黑的是线手 而且这一代也有线手 那么黑的就可以把这个扳住了 对 我就尖尖走走扳住 也不知道扳住里面有没有 就感觉围的不踏实 就扳住 大概能撑住 应该是 这个脚掏的还是很大的 还是很大 这个点有点厉害啊 白旗是走什么 或者白的是应对 白旗是虎在这里 白旗虎在这儿了 虎得到吗 虎在这儿就黑旗跌进去呢 就是我说虎这个 它虎得到吗 有可能是后手是吧 嗯 感觉是 我们目前 已经跟上了这盘旗的进程 对 目前就下到这里 就走到这儿 对 就走到这部虎 然后黑旗呢 没有落子 哦 它这个 你现在点三三 白的是不是跳一个算 哦 跳 跳 大概这个样子 能接受吗 再吃这个 黑旗 挺舒服的 黑旗 不知道白旗是否能接受 但是黑旗真的很舒服 都牵手 打不下来啊 这期 咱们一白来的 这点完档 你没白来 你多花了一个 那也值得呀 大概定型成这样嘛 我打了 打了 爬回去 你再吃你后手 那你后手 那就先不走了 不走了 反正就看成 从点一个交换开始嘛 这白旗其实在这儿 多了一半的 这个木树 黑的呢 先手脚上掏了一下 黑的应该不亏啊 这个如果黑的不满意的话 好像黑的也没有 更好的土了 我觉得 那这样摆着 是不是也还不错呀 现在肯定吃这个 肯定没那么大 肯定是搬这个 对吧 肯定是搬这个大 搬 搬 搬 这打得爬大嘛 是不还不如不走 白旗就下去这样之后 就当定型了 加一碗 我总觉得这地方特别大 你不走 我回家了 啊 啊 我再打个端子 虎进来 杀气 搬一路 啊 搬一路下不出来 对搬你打 打完一打 这么倔强的吗 没这个必要吧 虎打吃 搬打吃 这还要搬这个 提了算了吧 我确实没想到 搬如果能成立的话 搞不清啊 白的还能走 这是现在黑的在尝 对 我觉得黑的基本上 就点三三是第一杆 这期 虎的话 第一杆肯定是脱鲜了 脱鲜那能想到的 应该也就点三三吧 还能走什么 我们看实战点的时候 白旗挡 它不是跳 它是挡 白旗是挡 然后黑旗 黑的搬过 黑的也没有选择这个 刚才挡 也没判断清 黑的到底搬哪个好 这个直接搬回去 脚上已经活了吧 那肯定活了 你就是加了打我一下 为什么不搬回去呢 那觉得活了 薄不便宜 他觉得 这个大 就上面厚 这个能理解 他觉得搬这边 被你加了打 两边活齐 空啊 会有点打架 不便宜吗 嗯 这个合理 那这个 像这样黑的应该是后手 白的 不会再走了 那这 立下来吃 转换 怎么样 怎么感觉 黑的死的有点大的 就像这样 你没什么手段了 你可能就搬我一下 算你先手 这样 这 这是不是死的有点大呀 这个白的 现在这围了 十一 白的这整块空 现在有35摸啊 你在掏我之前 哪怕你就简单立了 白的这块空也就20摸 黑棋通过点的手段 白棋涨了15摸 当然黑棋涨一些 黑的大概有个小石木棋 那整体来看 黑的不便宜 像这样黑的不便宜 就黑棋 这颗子送的还很大 那丁老师 这个棋能不能单点33呢 就不点这个 单点 然后白棋 如果局部走哪儿 我们再走这个 呃 单点就搞不清 能不能火呀 单点我立下去 可能会强硬的立 这时候再点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点到啊 点完小间 点完小间 哪怕那样 肯定是能火一点 但是这地方打入 这俩应该要死了 你打入你压不住 压我搬完一小间 就就你如果点这个 被一立 这打入这俩 肯定也没了 嗯 就不知道便宜不便宜 它现在实战是这转换啊 白的也没有力 就吃在这 这肯定是更厚的下法 这算不算优势的 是一个宣言啊 就走这觉得味道不好 是吧 确实我一眼 我也没看出来 有啥味道 就是 对啊 可能觉得没必要了 这不是 我感觉是一种 自信的一种体现 够了 厚 这个利跟打吃 有差两目起吗 差不多吧 得有两目吧 目数上来说 肯定是利更好了 贪一点 那从心情上 白心 但利确实它有一个 它的问题 它担心利的时候 可以去挖这个 你如果不敢吃外面 目数也没啥便宜 你不只能吃里边的话 好像确实只能吃里边 打的话 这边还有点 就铺完打了 这边还有点 对 反正味道确实不太干净 它觉得可能挖麻烦 干脆就算了 一步就 直接就回去算了 嗯 但这里还是有挖呀 还有挖 我看错了 还有挖 这挖的话 白棋如果吃黑棋 断 这里边提 这里还有个铺 这里边啥情况 这先像不先 以后先点完再挖 还是有点味道 点完再挖 但总归打在这会好一点 是吧 可能吧 厚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 它的意思应该是 白棋判断 反正整体的 从这部点的开始转换 我们刚才简单的判断一下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黑棋不得 黑棋不便宜 嗯 它摆得好大呀 这个空 本来还没那么大 嗯 实际上就下到这儿吗 对就下到这里 白棋吃 盖黑一下 下到这儿 我是觉得黑棋 因为局面渐渐地开始简明 我们可以做一个 大概的一个判断 这个棋算黑棋扳先手 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 没了吧 扳我一下得了 还有什么呢 还说你要提着手 是不是提着手好一点 提示先手 对 提你得走啊 其实我主要是 我也不知道白棋走呢 马我 提 不在那儿 虎珠算了 是吧 合理吧 就这样吧 你提我一下 应该便宜一点 像这个样子 像这样子 除了这地方没定型 我们其实可以来点一下 这个木啊 我们看形式怎么样 白棋这块空 38木 38木 嗯 这两秒 40 这是 这能点几摸 白棋吗 嗯 三四木 应该是 三四木应该是有的吧 我猴一个你做活吗 那接完半战 另一个 嗯 三四 四木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刚才点多少 38 40 45吗 在中间45 50 出头 白的大概 52 3吧 嗯 黑棋的话呢 这块空 20 嗯 至少 20木肯定是有 27 火棋 火两木 28 29 44 不算这边的空 黑的44 白棋刚才 50 23木 就这地方黑鞋 如果能近为一个15木 差不多 能下 这地方能为15木出来吗 如果就算搬住全是空 12345678 15 大概 差不多 这也有 就搬一个 如果全是空的话 没有手段 这起木树可能还挺细的呢 嗯 它要不踏实 这里边 这白棋就加 黑棋力 感觉扛不住吧 跳上去 哎呀 累 感觉黑的非常的累 而且白棋 这个段 就是至少说 这个段是新手 那段是新手 这块棋 是啥情况 所以就是这东西 要搞不清 扛不扛得住 我先连扳你嘛 连扳黑鞋 只能长 长的话 我这加完了 这可以贴下去 贴 这顶得住吗 这个 长 长 我就往下贴 不就完蛋了 没有 粘上 往上 沾上 就再吃了 这段 先手 没事吧 这里边 味道极坏 一时半会也看不清 总感觉是黑棋 凶险的一个样子 这 这个段 如果是先手 我们看 接下来 黑棋这边 是下到这个段 段在这里 后面 还没有继续落字 比我们想的还狠啊 嗯 看这盘棋 这进程 后半盘 应该还挺漫长的 刚刚丁老师 给我们简单判断了一下 就这一代 可能这盘棋 胜负的关键处 但我是觉得白棋好 但我也很意外 它这个段 我其实没想到 能行吗 这能断的 常常打了贴 这能行吗 没想到这首棋 这首棋 没想到 反正这个棋局势 我是觉得白棋要好一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一会儿呢 要为大家带来 另外一盘的焦点之战 那这盘棋呢 很遗憾 不能为大家讲解完 我们就请丁老师 简单的判断一下局势 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为您带 另外一盘的讲解 刚才判断过了 对 是的 应该是白棋好一点 我觉得 我感觉白棋主张 那下到这个时候 这盘棋也属于 比较混乱的状态 是吧 看上去是乱一点 是 但第一感觉 我觉得白棋应该能对付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悬念 留给大家 大家可以持续 关注这盘棋的进程 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 另外一盘棋的讲解 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